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写过了黑的线碎 白眼也无为 眼线坠的迂回 我告诉自己平静感觉 一直冲就试着创造历史中 流放着的头位 藏着急发的风味 无法高山或脚壁 我云上惊惊动地 每个目的 没攻击才会让我更加用力 与其消责没脱鞋 以为是有所谓 是你的 我不属于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也给我一个目的地 每天你我是谁 你拿着我的财物 我的所有注意力 没有你的我是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那是死的傀儡 有没有温度的体会 难道你不再是黑白灰 你拿着我的在乎我的过程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不再是黑白灰 不知道我是谁 我生日 文艳 来买糖葫芦 在 去找个停歇处 好吃的包子 是 琴儿薄点大嘞 包子 柱子 要不然咱先喝口茶 休息休息吧 肉包子 糖葫芦 禀君主 通州城少卓顾少主求见 公子是来提亲的吧 我们家郡主中兵不起了 那么那位是 好吧 那我一视同仁 他们怎么走 你怎么走 公子 这边请吧 这里有三个木箱 只有一个里面才有彩蝶 请公子答出此题 郡主可是爱蝶之人 是又如何 我家郡主爱花爱草 爱蝶爱蝶 爱天地万物 公子搞不定的 不送了 三箱之内皆无彩蝶 想必在下已是猜中 这三个木箱张位颇重 乃是张目所致 但彩蝶极怕张位 一旦入内 必难救活 郡主若是爱蝶之人 必不会将彩蝶放入其中 这天地万物 只要细心洞察 必有所得 还有 在下并非为提亲而来 此信使家父 想与奎州城郡主 商讨粮仓赈灾一事 特派我前来递交此信 命我务必亲自 交之郡主手中 方才有诗代课之道 都怪我被查明来意 还望少主见谅 素温马府 登门提亲 如同登天 今天我算是见生 女螺草 女螺草 少主好眼力 这是我们家郡主 最喜欢的花 我不喜欢 女螺草 需攀附而生 无法自足 如同一人之人生 需要一副他人而言 人生是自己的 你我都不该为了别人 让自己被困住 信已送到 在下就先行告退 少主远道而来 不如在府上歇息片刻 喝杯薄荷茶如何 这是我们家郡主 最喜欢的味道 心领了 郡主既以木箱难题 打发他人 想必是不愿意被打扰 我也一向不愿意 麻烦他人 告辞 郡主 那位通州少主挺不错的 有学识 有想法 有个性 不卑不亢 更是毫无矫情迎合之资 你多虑了 他是名花有主 本来就无需讨好其他女子 没有 我打听过了 他同你一个模样 成天埋在城里操兵 处理政务 多少名门闺秀青木 他都以城物繁忙为由拒绝 好一个天地男儿啊 要不你嫁他 郡主 这位少主是我见过最好的了 他说得没错 谁都不该让自己被困住不是 难不成你要终老一生 等着这么多年毫无音讯的狼仔回来吗 当初他落入河谷 你日日寻找弄得身子都垮了 受伤的腿 留下病根子至今未愈 他要是能活着出现 早出现了 若是可以 我多么希望当年受伤落骨的人是我 我没有等 也没有资格等 他曾是那么地信任我 而我却背叛了他 若是他没有死 一定早已远离 把我这刻 他生命中的灾心 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郡主你不要内疚 当初你赶他走也是情非得已 并非出自真心啊 是否真心不重要 并不知情的他 受伤必是真 他若还活着 我只希望他可以过得好 像从前那样爱吃肉包子 爱和别人抢糖葫芦 我依然愿意相信世间的美好与善良 若是 还有一个贤良的女子可以陪着他 不会像我那样对他遗旨气势 这便更好了 怎么反倒变成本郡主安慰你了 对付那些公子我都快烦死了 走 陪本郡主上街散心 顺便给爹买个礼物 等他回来讨他换心 是 给我来两个肉包子 拿好 您慢走啊 客官慢用啊 包子 好吃的包子 珠子 你想吃东西是不是 我看那肉包子不错 我给你买点去 我不饿 包子 冰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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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肉包子 糖葫芦 冰糖葫芦 吃个糖葫芦吧 听说奎州城的糖葫芦 特别有名 咱来一串糖葫芦 你要吃很闲 就找点事情 你脑子又包啊 主子吃糖葫芦 你觉得那画面合适吗 主子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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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自己张贴说 免钱 我说各位客官哪 切莫误会了 那旁边啊 还挂着一副字迷呢 这是我们家马郡主 去年元宵节 路过此处留下的 若是谁解开了谜底 这才能免钱 相公一看足锦四指 受冒善心可成夫君 猜一字 会是什么字啊 会是什么字啊 主子 找到了 前面有一家万安酒楼 可以在诉 狼 客官 谜底自为狼 但狼并非全族四指 是吗 你家郡主自认董狼 却是一枝半截 搬门弄斧 实为脉弄之人 文言文言 谜底真是狼 狼子 左寿 又乃善良之良 故寿莽善心 而良之良人 可成相公夫君 看来主子是猜对了 赶紧跟上主子吧 别聊了 我们擦拽了 免了吧 果然哪 这但凡有心之人 全无不解之谜呀 郡主 郡主啊 郡主 刘叔 近来生意可好 哎哟 托郡主的福 好得很 我是要跟郡主说啊 这您的子民 方才有人解出来了 刚才有位公子啊 他 竟然解出了狼子 他居然说啊 狼并非是全族四指 还说郡主您啊 是一枝半截呢 狼确实并非皆是四指 仅后族如此 看来此人 亦是董王之人 刘叔 他人呢 我愿与他交个朋友 他 不知去向了 差点忘了告诉郡主一个好消息 方掌柜的万安酒楼 又要请人来演皮影戏了 听说戏台子都搭好了 郡主不是很喜欢看皮影戏吗 要不我们去看看 也好 掌柜的 来了来了 够客官 您是用酒饭还是叶素啊 叶素 背好一等相仿 我家主人不喜欢被人打扰 你这家酒楼 暂不收客吧 这些钱够你吃一辈子了 好 是小的有眼无珠啊 不知道是贵客上门 各位客官 请随小二至二楼一等相防 请 各位客官 请随我来 方掌柜 郡主 这么早关门啊 小凤姑娘 今天酒楼啊 被人给包了 我们呀不营业了 奎州城这个小地方 还有出手这么阔绰的贵客呢 要不然 我们改日再来吧 郡主 方掌柜 通融通融 郡主就是想看一眼皮影戏的台子 成吗 郡主当然可以通融 郡主 里边请 多谢方掌柜 我们也不会停留太久 您忙您的 不用招呼我 好 小凤 嗯 你在外头等着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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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树山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 初音ミク 作曲 初音ミク 默默的孤独感会让我熟成惨 我还没碰到什么其他 让我觉得真的难 就算你就疯目光渐点其实凶 我告诉自己凭着感觉一直冲 就是在创造历史中 发高山走俏壁 我独自紧紧动定 没有目的 没顾忌才会让我更加忧郁 没遇见你我是谁 没有你的我是谁 没有你无所谓我是谁 是不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永远换不回心儿和狼仔了 这种虚度又没人追逐 无价可贵的漂流各在妄想 找到归属早就没了目的地 像只盘旋的孤叶 就在我快要放弃之前 你突然出现再给我光亮 让我在无穷尽的漆黑里面 找到方向不会再犹豫 不再四处张望 你拿走我的在乎我的所有注意力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没遇见你我是谁 你拿走我的在乎我的所有注意力 没有你的我是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你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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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爹 该准备晚膳了 掌柜 刚才是谁在里面掌戏 是我闺女 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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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红二 你是红二 刚刚是你在后面玩吗 红二 告诉客官 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 小狼和星儿的故事啊 对 多年前的一场大火 把它变成了现在这样 孩子们都笑话他 不过 不过 从小他就深爱着小狼和星儿的故事 他一直都说 小狼都能找到星儿做朋友 从有一天 他也会找到真的朋友 爹 他们都说 红二是怪物 他们胡说 红二 总有一天 你也会像小狼一样 能找到个真的喜欢你的人 真为你闺女好 就告诉他 不要相信这个故事 人心难测 任谁跟你闺女亲近 终将会背景于他 最终令他痛不欲生 若你不想被人鄙视 就逼自己强大 立于世人之上 这才是生存之道 不许是 小狼 人心就在这儿 我认识 老乡 这些活力 你 我认识 帖ép 侬蝕馊 他 总得 挺好的嘛 爹说得是没错 只是 马家军彪悍天下皆知 向来为爹马首是瞻 若是爹此次要交回兵权 必须得仔细考虑 莫造成陛下 对马家军忠诚的疑虑 没想到 我女儿的思路如此清晰 如果你是男儿啊 一定是爹的好帮手啊 只可惜 马家今后只能料理奎州城了 我准备啊 正式把城主职位 交予你的兄长 俊儿跟了我这么多年 也成长了很多 现在啊 爹最挂念的 可就是你了 你总不能 在奎州城待上一辈子吧 爹 您知道我回婚的事情了 摘星啊 你是不是心里还在怨恨爹啊 你故意回婚 逼退求亲 爹都知道 如果你此生 因为狼仔而终生不嫁 那爹 也只好亏欠你一辈子了 爹 女儿怎么可能会怨您呢 您当年阻止我救狼仔 是怕女儿戳怒龙颜 是女儿欠您一辈子才是啊 总是让您担心 说的是心里话 那就答应爹 从今天起忘了狼仔吧 找个好人家 多剩几个胖小子 让爹啊当当外公 喊一弄孙 这可是爹 唯一的心愿了 郡主 入夜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去找酒楼老板 小凤知道郡主喜欢 就买回来了 还有 我找到了那个 猜出狼字的人 茶摊的老板 说他就住在 承熙的那家酒楼里 郡主不是很想认识 那个爱狼之人吗 要不明天 我们去酒楼一见 小凤 我明天会去 但这是我最后一次 为狼仔做事了 怎么了 郡主 没什么 一直以来 我都为当年的事情 愧疚着 却忘却了这样 或许会伤害到爹的感情 是时候放下了 是时候放下了 如果明天去见了 那猜谜之人 他与狼仔毫无关系 那么 我就死心了 从今往后 绝口不提狼仔之事 小凤 那个猜出谜底的 爱狼之人 就在里面 郡主快进去吧 小凤就不打扰郡主了 啊 呀 啊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位客官 是否就是解除灯迷之人 非也 但我更想解开的 是你的心结 是你 是小枫找你传统好的吧 既然如此 恕我不能陪你们玩了 郡主显脉 你如此下去 仅是对自己无谓的折磨 我明白 有些曾经小忘却很难 因为我也是如此 我听小枫跟我讲 你终日同龄不离身 便是为了一个 羽狼为伍的少年 这些年内心从未自由 这不禁让本少主意气 我也不曾忘却的一名女子 当初我们情投意合 她却因病而失 所以少主 才终日埋头正事 再也不接触其他女子了 少主 亦是重情之人 不 我是一个不孝之人 因我如此 已知家母于临终前 郁郁寡欢 始终对我挂心 难道郡主也要不我的后尘 让自己后悔莫及 竹子 我已经从各州夜莎支部内 增派十民应手来 现已入驻奎州城 好 通知众人 密切留意马鹰动弹 领命 帝 你和娘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你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的 女罗草依父而生 娘如此喜欢女罗草 是愿意相信爹 依父爹一生一世吧 女罗草还有一个名字 叫王女 王女 您说娘是王者之女 你就全当是你娘 对你的期待吧 她希望你虽为女子之身 却正王者风范 你娘在麻府 身居简出 从未与人纷争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 她出身高贵 名门之后 楚奎知道狼仔本性战梁 担心她无法完成刺杀任务 便故意对她隐瞒了灭门麻府的命令 直接指使叶莎进行刺杀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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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爹 展星 在屋里待着 爹先出去看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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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出去 展星 千万别出来 外面有危险 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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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爹 爹 妈妈 爹 你们到底是谁 昨夜承主府惨遭灭门了 快看 马甲军的将领回来了 残军大人 承主呢 承 承主事实就在好头 辈植这就去准备关门 等我去看 是 是 承主一家可还有活口 少主与夫人的尸体建议确认 唯独 唯独郡主房里交失数据 难免珍宝 马甲全数罹难 郡主恐怕也在其中了 到底何人所为 手段如此残忍 大人 就是这儿了 承主 看来晚了一步 承主在天之灵 保佑我卯爷还为你报此血肘 承主 承主 推 就让马家军认为 此事乃禁国所为 禁宝 来人 在 我留于此地 安置马家上下 你即刻启程 开马家鞭 将此事禀报朝廷和马家军 是 主子 我们昨晚不是擅自行动 而是陛下 怕您对奎州城有所留恋 就瞒着您 给我们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刺杀马鹰一家 只留马家军一个活口 事后 再将凶手家伙给禁国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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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陛下的计谋 马家军果然认为 此次刺杀马鹰的幕后凶手 是禁王 你们两个即刻出发 盯紧马家军 那马摘兴呢 本王和文雁会带他回去 是 我等告退 主子 马君主情况不容乐观 他不仅头部遭受中击 更亲眼目睹刺杀过程 如此身心俱创 常人极有可能昏迷数日 乃至是昏迷不醒 本王要的是方法 他如何醒来 寺庙住持提供的草药 已经不足用了 但是属下想到几种草药 或许会有效果 那还不快去取 那 那郡主 我看着 是 原来你就是星儿 我后悔了 我后悔和你当朋友 后悔把你带下山 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 我怎么可能会和怪物当朋友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让人来抓你 抓你的狼娘亲 抓你的狼兄弟 放开 放开 你不知道吧 你的星儿永远都回不来了 因为这个领导 是他给我的 狼仔 至少还是好人多 狼仔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我们彼此信任 原来你是马家郡主 也难怪当年 也难怪当年 你会背弃我与马府官兵 你会背弃我与马府官兵 如今我是渤王 你是马家人 作词匾 作曲 李宗监 初音乐 曾没远离 必须向前走 但我没有说 唯一能改变我的还是你 多想往你怀里奔去 感谢你放任我 你心已倒流到开始爱 伤害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你醒到那一秒钟 牵定牵着你的手 就这样一直走 我愿意等待 等待你明白 永恒其实就藏在 我们相信的爱 多想往你怀里奔去 感谢你放任我 你心已倒流到开始爱 伤害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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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